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尊贵的导师梭巴仁波切是耶席喇嘛的新传弟子 两位喇嘛在1964年相遇 1971年在尼泊尔建立科盘寺 且一直为了把佛法介绍到西方的心愿而努力 1984年耶席喇嘛原籍了 梭巴仁波切一间独挑起领导物联会的重任 以不忍圣教衰 不忍众生苦的悲愿 使至圆满上师耶席喇嘛的意愿 要在印度建造一尊尼勒大佛 促使大乘教法常驻于世 任波切所有的时间都用于修行或教导众生 中年马不停蹄地走访全球各地 推动种种弘法立身的事业 即使在视线变相的时候 任波切仍然不愿放缓脚步 任波切常说 如果我活着的时候 不能对众生有思考的利益 那我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我有必要戒烟 但是如何才能够找到力量呢 我试过很多次 也已经少抽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戒烟很难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的伴侣也抽烟 有时候我们一起到外面抽烟 我知道抽烟有害身心 抽烟已经成为我的一种老习惯 我的生命有很多时光 都随着抽烟的片段而消磨掉了 您可以指示我 如何一劳永逸地彻底戒烟吗 我很高兴 你已经减少抽烟了 因为那对你的身体和生命 都非常有害 会缩短你的寿命 也会造成癌症 佛教的教法和世俗的生活中 都谈到抽烟有害 而且非常可厌 教法中谈到 香烟所使用的材料是不清净的 邪恶的众生造成那些物质生长 妨碍人们修缮 令人心堕落 造下恶业 因而无法摆脱烦恼 有一次我看到因为抽烟而死于肺癌的女尸 她的肺是蓝黑色的 有一位来自达兰萨拉的藏仪 把她一颗肺拿给我看 如果你再不戒烟 就可能会有那样的下场 抽烟也会让不抽烟的人不得安乐 抽烟污染你的全身 令你的身体不清净 还会伤害你的细分身 抽烟会使你难以生起善恋 而且很难摆脱贪欲 抽烟只会带来短暂的欢乐 如此而已 你死的时候 并无法从抽烟带走丝毫利益 抽烟无法让你幸免于苦 也无法帮助你下辈子转身散去 思维 我正在设法战胜烦恼 尤其是贪欲 我要成为赢家 为此 我必须更坚强 有些人穷其一生 都为了参加奥运而受训 由于他们怀着非常强烈的执着 万一不成功 他们所受的苦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你正在设法战胜烦恼 尤其是战胜你的贪欲 成为赢家 如果你能够戒烟 战胜烦恼这个敌人 那就太了不起了 不随顺烦恼 还能够让你获得解脱 帮助你成就佛果 每次戒烟 就是照下证悟菩提道的阵音 击溃烦恼 击溃烦恼 尤其是贪欲 将使你得以令无数友情解脱 长劫轮回之苦 带领他们达到圆满正觉的佛果 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奥运 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赢家 这样一来 你将成为一切友情之中最有名的人 不仅是文明于一个国家 一个世界 而是成佛 文明于一切友情 每天你都要有勇气 要勇敢 还有 你不必事事都随顺你的男朋友 你的心并不是他的 你必须为自己的安乐负责 抽烟使我难以生起善念 每次戒烟 就是照下证悟菩提道的阵音 我要为自己的安乐负责 我担心女儿的人生 因为她已经染上毒瘾 并且断断续续很多年了 一开始是在她父亲去世之后 我想她大概无法面对丧亲之痛 我现在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 很想帮助她 但不知道该怎么做 就吸毒来说 我做过占卜的结果是 以下几件事 对你的女儿很好 1. 去尼泊尔科盘寺参加禅修课程 2. 她应当关照自己的内在 以便了知如何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质 3. 她应当远离和毒品有关联的人 不要喊他们为伍 4. 她应当打从内心真正下定决心 挑战自己对吸毒之乐的贪值 5. 她应当下定决心克服 5. 就像要上战场 设法打败敌人 5. 她最好能够和尼仲在一起 否则女性的在家人也可以 6. 她需要留在一个地方 在那里 她长时间找不到毒品 这将是最上策 6. 她必须一直留到 她打从内心勇猛地下定决心舍弃毒品 6. 对毒品感到彻底厌恶 7. 并且想要帮助自己和其他人 7. 或许最好告诉她 7. 她的一生可以提供其他无数友情甚多的安乐 7. 今生的安乐 7. 来生的安乐 7. 乃至成佛的至高安乐 7. 她可以为其他友情 8. 当然也是为自己 9. 去做许多不可思议 9. 善妙美好的事情 9. 然而 9. 我们却彻底毁灭这个可能性 9. 我们让自己的生命变得完全无异 9. 只是随顺欲望和自我爱惜 9. 只想到自己的安乐和享受 9. 以为底贪质今生和感官的娱乐 9. 遏止了我们发展新性 9. 我们让自己无法了目内心究竟的本质 9. 佛的潜能或佛性 9. 这使我们无法看到自己好的一面 9. 妨碍了我们心性的发展 9. 阻塞我们的修行成佛之道 9. 因为我们往昔以来有太多的积息 9. 所以这并非易事 9. 总之 9. 这个问题需要由两方面来解决 1. 首先是必须学习佛法 9. 藉由禅修并发展出离心来控制贪欲 9. 这意味给予自己自由 9. 远离敌人 9. 贪欲的老欲 9. 这不仅可以免出他服毒的问题 9. 而且有助于带来后世的安乐 9. 其次是环境因素 9. 他周遭的人素质如何 9. 将关系重大 9. 这极为重要 9. 必须马上去做 9. 因为死亡随时会来临 9. 主要也是基于这个理由 9. 所以我们必须承办永恒的安乐 9. 彻底解脱轮回和一切苦 9. 逆它是成佛的基础 9. 禅修的好处不仅是为了停止吸毒 9. 吸毒只是一个例子 9. 其他还有很多我们可能单逆的习惯 9. 譬如邪乙 9. 为我们的生命带来许多困境 9. 而且障碍我们在修行之道上发展行性 9. 不仅让我们一直制造麻烦 9. 而且往往会令我们困在其中 9. 就好比陷入流沙 9. 一辈子都无法脱身 9. 最后我们会死在流沙中 9. 悲惨地结束生命 9. 甚至无法为自己承办丝毫的满足 9. 安乐或内心的安享 9. 此外 9. 如果我们无法在修行道上发展行性 9. 就不可能利益其他友情 9. 所谓修行道 9. 是指以出离心 9. 菩提心和空性发展行性 9. 另外还有密序道 9. 除了无法提供深刻的利益 9. 甚至也没办法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运用身与意 9. 提供些微的利益 9. 因为自我爱惜的想法阻止我们那么做 9. 自我甚至不容许我们那么做 9. 因为我们的心非常脆弱 9. 虽然熟知禅修的技巧 9. 也懂得较力 9. 但并不表示马上可以学以致用 9. 或者内心立刻会变得坚强 9. 那需要实践 9. 而且我们可能错失许多学以致用的机会 9. 因此受正当的环境保护非常重要 9. 如果我们和好的修行人在一起 9. 人生就会受到他们的守护 9. 事后 1. 一旦我们的心稳定而坚强地彻底舍离这一切 9. 就无所谓了 9. 即使和吸毒的人住在一起 9. 我们也丝毫不会感兴趣 9. 我们将不再涉入那些事情 9. 一旦我们具足稳固的出离心 9. 菩提心和空性会的正调 9. 即使是混在人群之中 9. 在某个机构工作 9. 服务他人 9. 我们的工作都不至于形成 9. 令自己和他人困惑的因 9. 由于我们的服务和方向都非常明确 9. 所以我们的工作不会沾染贪嗔或自我 9. 只要心是神圣的 9. 做的就是神圣的工作 9. 神圣的服务 9. 对我们不会造成危险 9. 对其他友情也不会造成威胁 9. 许多人和人群在一起生活 9. 为他们的经验